一藤美成泪洒现场 整个人都不好了 余亮之争相爱相杀 东京奥运会如今成为了大家津津乐道的话题 除了此次在奥运会上为国争光的运动劲儿们 还有一个就是一藤美成 凭借精湛的球技一哭成名 和水骨笋合作在掌获了混双金牌 一藤美成可以说是意气风发 豪言要为国争光取得更多金牌 而他却生不逢时被我们的孙颖沙 七天打哭三次 孙颖沙和一藤美成 确实是当今世界女拼的余亮之争 两人也确实不是第一次正面交锋 毫无疑问孙颖沙是占据上风的 每次交手几乎都是孙颖沙取胜 在一藤美成提供的纪录片中 就可以看到有来过中国训练的经历 两人一起训练 还有说有笑 而一藤美成在中国进行训练 就是为了在奥运会上摘得金牌 如今一藤美成也实现了自己的目标 此前两人在比赛中 就以3比2无缘夺冠累撒现场 一藤美成可以说是个很容易被打哭的球员 一藤美成的母亲经常给他灌输 他是可以打败中国运动员的日本人 导致他盲目自信 年纪轻轻就达到了一般人达不到的高度 也有过战胜中国女拼的人生巅峰时刻 即使如此 也只是占据少数 心比天高的一藤美成 可以说经常累撒现场 可能对于日本选手来说 不管在哪个时期 中国运动员都是他们无法逾越的大山 对于一藤美成来说 这座大山就是孙颖沙 不管怎样 一藤美成你的妈妈是骗你的 在东京奥运会结束之后 一藤美成再次向国拼下战输 即将闭关三个月进行密闭训练 梦想取得世界冠军 而在今年11月 还要举行休斯顿式拼赛 国拼的目标是保持自身的实力 同时自然取得包揽 而日本对选手一藤美成则是 战胜中国取得冠军 而孙颖沙接受采访回应 有这样一位对手与国拼较量 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自己会加强训练 争取下一次比赛取得好的成绩 虽然孙颖沙没有明确回应 会赢得一藤美成 但话里话外境显大国风范 那就让我们一起坐等大家 在世拼赛上战个痛快吧 他有很多优点 值得我们去学习吧 不管我们俩为此打完输赢吧 还是总能看到对方的改变 包括进步吧 有一藤加油对手 我觉得其实自己也一直在 逼迫自己加快进步吧 谢谢大家